南京東路 各位觀眾朋友 我想聽到曼哈頓你就會想到華爾街 他聽到台北呢 那當然我就要說南京東路 欸 有沒有連結到呢 我們今天的屋主其實他就是 從事金融行業的 那當然他的事業版圖 也cover了剛才我所講的一些領地 那今天呢其實 我們就要來看看一個金融精英 他到底對於家有什麼 渴望和追求 我們知道今天的屋主 他的身分是金融界的精英 那其實設計師你在打造 空間的時候都要很清楚了解到 他們的工作生活 習慣以及需求 所以今天我們屋主的身分 背景或是他的喜好 你是怎麼設計這空間的 今天屋主的背景是一對 年金的金融精英 然後他們的事業版圖其實 橫跨了紐約跟台北 那也因為這樣的背景 所以他們擁有相當時尚的敏銳度 以及非常好的欣賞事物的一個品味 那我們透過聊天的背景裡面 我們發現到其實他們不論是喜好的精品啊 或者是在越南的事物 都是比較偏向當代而時尚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我們希望將這樣子的調性 是注入一些比較時尚雅致 並且是當代摩登的一些細節的品味 然後整個空間呈現得比較內斂 那在射料上運用也得比較濃郁 比較射度比較低一點 那希望這樣子能夠帶入在金融業界的 敏銳的思考力以及快捷的判斷力 把它注入在這個空間裡面的靈魂 確實金融界的精英分子 像我認識都很喜歡這種比較低調簡約 因為其實他們的生活當中節奏很快 而且生活壓力很大 他們需要一個空間是可以讓他們沉浸跟放鬆的 那另外呢其實我知道像台北的一些很多的房子 他們自己本身的格局呢都已經僵化了 所以這首射擊師你們扮演的這個 重做空間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個金融當中你是怎麼樣去打造的 在這一次我是希望呈現一個比較大氣 而且尺度是放大的一種空間的意念 電視牆跟餐廳的這道牆體上 我們是希望透過設計的表現去展現串聯的尺度 那在這個電視牆的主牆上 我們區分成兩個部分的設計 其中上半部我們是運用垂直跟水平交錯的線條 來構畫出一個比較內斂的線條畫面 那其實GoFone的一些手法是在我們設計案例裡面 很常見的設計語言 那GoFone在運用的細節上 有時候它可以傳達出人文 時尚 也帶有生活感的一些華麗的效果 其實每次看到你的作品當中 就會仔細去欣賞 就是它所有的線條的位置 以及坐落的方式 其實它都有它的 就像你剛才說的語言 那整體來講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公共領域的空間裡頭 因為這個主牆我覺得簡約 但是又有設計感 而且它可以有延展的一個效果 對 真的很棒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主牆的底下的這個矮櫃 它的顏色是屬於比較深的 但是我會發現它深 但是所有的框還有所有的這個抽屜 它的這個層次凹凸都非常地明顯 其實這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把電視主牆分成上下的兩個畫面 那下半段我們就是刻意把顏色壓重 比例跟高度都盡量是壓低 那在這樣子的表現上 它可以相當帶出一個沉穩 跟穩定厚實的一種感受 那在抽頭上 我們又運用了一個雙色木皮 跟深咖啡色烤漆的一個效果的設計手法 然後利用這些進退的凹凸面 去創造出這種帶有皮革溫潤的一個 材質的手感 果然你用你的設計語言講出來的 真的就是簡潔有力而且達到了重點 很厲害 電視牆的水平和垂直線條 對應到沙發背牆和天花板 以相同的設計與會來表達 天花板線條串連到餐廳區域 搭配時尚感的燈具 來突顯空間特色與屋主的品味 其實在這個空間裡頭我注意到了 就是你運用了一個大理石的石塊 其實它比較屬於古典經典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你又把它融合在一個非常摩登的空間當中 所以我覺得這個融合的手法非常巧妙 其實藝術品在我的作品裡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靈魂 那這一次我們是認為說藝術品不一定是只是在於畫作的這個範疇 所以我們是運用了這個食材 它天然的紋理去做為這一次藝術品的焦點 它的天然的紋理可以去表達這種大自然的利於美 那同時也可以傳遞出這個金融業界物主的一個性格堅毅的另外一面 真的是非常內斂的一個詮釋耶 所以一般來講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裝飾品 就像你剛才講它已經提升成為一個藝術品 而且這大自然的這個畫作真的是 我覺得每天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燈光 它就有不同的這個所謂的畫素出來 那今天呢其實我可以看到這個主體呢 其實它背面的牆面 其實它也要相輔相成去襯托它 所以我也看到你做了一些這個微小的設計 來讓它凸顯出這一塊藝術品 在這個藝術品擺放的位置 剛好是我們餐廳客餐廳的這個軸線的至中的端頸 所以我們在這邊設計了一個端頸櫃 去做為這個餐廳備餐櫃的使用 那一方面我也希望透過這個備餐櫃的背後 去運用一個食材跟這個灰燼去交錯的一個效果 那食材它本身有剛毅的一個表情 這個灰燼它本身是比較清透 那兩個材質它在這個空間 可以種比較平衡的效果 其實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這線條 也就是設計師自己最擅長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有直線條 然後也有這垂直的橫線條 另外在我們的門片上頭 有這不對稱的一些線條出現 其實它過敏當中就呈現了一個 很有秩序感的這所謂的線形 這個牆面呢 因為它的左邊是往主臥室的門片 那右邊剛好是通往小孩房的走廊 所以我就建置了一道隱藏的門片 那這個門片又成為雙對稱的 鞋紋木皮的造型 去創造這個餐廳主區域的場域 那透過這個門片再向兩側去延伸 那左邊就是進到我們雙排的 進口儲具的空間 那右邊就是來到我們安排的 一刻書房的空間 然後把這個空間的核心 長域的氣質去建立起來 其實我覺得對稱度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整體來講 就讓整個畫面是非常融合 而且平衡的 那另外呢 我知道設計師自己本身的一個見解 就是覺得壁面的這個設計 其實它就是一個軟裝 那當然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壁面它自己有自己的語言 然後也有自己的一個所謂的面貌 會呈現在不同的空間當中 但是所謂的軟裝 其實也是設計師可以去運用 精心去安排的對不對 其實軟裝其實就是在 帶出業主他生活上用的東西 那軟件 那這次的軟件跟一些燈具 我們運用的是業主他本身喜歡的 一些紐約比較當代的品牌 比如說這個產品的主燈 就是他在美國很喜歡的品牌 我們把它進口過來 然後透過這樣子古銅色 金色的一些顏色的運用 也在這個比較沉穩的空間裡面 帶出一些閃耀的氛圍 低調然後有點小小的奢華 那當然其實在這個 簡約的空間當中 它也有很多的情感融合在其中 另外這個空間看到我們天花板 是希望呈現客餐廳 一個拉大的尺度 所以在空間上是特別把這邊挑高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有矮區 去做一個設備的收納 有空調跟廚師 所以在通往這個後方的廊道的天花 我們刻意把它壓低 作為一個設備的收納 那上面有釣影室的空調子機 然後還有廚師的設備 那也透過這樣的設計 我們將鏡面的延伸 去延伸到壁面跟天花 作為一個空間反射 特別剛剛提到的這個 兩個造型的斜紋門片的木皮門片 是我們這一次設計表現上的重點 那這個斜紋門片其實是非常難製作的 特別去找了這種 義大利進口的斜紋的木皮 它在運用的損料上也非常高 因為它必須運用到三片 在一個門片上就用到三片 去拼接出這樣不同斜紋的線性 再特別將暗門框又做了噴漆的處理 所以在這一個細節上就可以看到有噴漆 有斜紋木皮的一個立體感 其實工法非常的細緻 而且我覺得它達到的就是剛才你講 平衡當中運用一些不對稱的線條 展現去空間的靈活性 而且更加的活潑 空間內規畫四間臥室 整體延續公共空間的色調 但每間的設計細節 卻充滿變化及層次感 透過木皮紋理和燈光的影照 讓視覺不間斷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臥房 因為空間的限制 所以它一分一毫 它在安排上都必須要非常的聖密 那像我們床頭後面的這個 不管是床頭的位置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櫃子的設計的位置 都必須要好好的安排 才能夠達到最佳的結果 所以當初你是怎麼去安排這個空間的 是這次主握床頭 特別設計了這個 橫向展開一個連續的畫面 那這個橫向展開的畫面 上半段是透過木紋的指紋跟橫紋交錯 出一個拼接方塊的表情 那在下方我們又希望能夠 有比較軟的繃布的材質 但是在這一次我就希望 把這個線性的比例分割 去透過這個繃布的直線 跟上方的木紋的這個木皮的分割 去做一個它有呼應的比例存在 那我們知道做這個直線性的窄版的 繃布是非常非常難做 我們似乎光在製作 這個工法上就失敗了很多次 然後在中間又要開插座孔這些 其實它很容易就斷掉 但是我們還是克服了這樣的工法去表現 那在床頭上就設計一個 橫向展開的細緻的繃布 去呼應到下方兩個剛烤的床頭櫃 然後低矮的床頭櫃 然後配合剛烤的材質 剛烤的這個抽頭 然後抽頭裡面又加上我剛剛提到的繃布 所以在這個材質每一盒 都運用在這個區塊去特別去呼應起來 所以其實一般來講 這個工法都是我們看不到的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透過我們節目的介紹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真正了解到 哇 原來這是這麼難去做的 就像在外面這個矮跪的部分 我可以看到還有這個皮克烤漆 所以它所要呈現出來的質感 是我覺得加分的 但是工法上應該也是困難度很高吧 是 我就希望說在我們的每一個設計案裡面 可以帶出不是那麼常見的一些設計語言 跟一些工法 其實這樣才可以去帶出我們公司 對於每一個作品這種重視的細節 生活感以及業主的品味 都融入在這個每一個空間的個案裡面 那另外像是小孩房 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大家想到小孩房 應該就是要同趣 可是我覺得像我們的金融精英 我覺得年輕他們連小孩子的房間 他們也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剛提到他們都是金融界的精英 所以在投資跟理財方面 就會特別想得長遠一點 那以房地產在轉手的便衣性上 你當然是讓整個每一個臥房的空間調性 是比較一致的 這個家的品味就會顯得很獨特 那將來也不會設定這個入住主人的年齡層 它不一定就是一個非常同趣的海房 但是我們還是利用在這個設計 以及運用的軟裝上面 去做這樣子小孩房的一些呼應 然後將來在轉手上 也適合各個年齡層 那像以這樣子的空間大小的話 你要怎麼去規劃 才能夠達到它極致的 所謂最完美的結果 以及居住起來空間來講最實用 我們就是利用木座的整體的延伸性 從床頭到床頭櫃 壁掛式的床頭櫃 到延伸在床尾的收納矮� 以及衣櫃做一個整體的連結的設計 那這每一個小空間裡面呢 都兼具有使用跟生活上收納的需求 那為什麼這樣整體性的打造呢 是因為希望在這個小空間裡面 能夠去創造一個很連續跟很乾淨的畫面 不會因為你擺放了過多不同款式的家具 而顯得凌亂 而且我發現這個非常有生活機能 就是每一個床的底下都有很多的收納空間 是的 因為其實現代人其實東西永遠就是會 多 可能買得多 對 但是我們又不是希望說是做了很厚的一個床底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有特別安排了 就是在每一個定制的床主底下 都有設計的跟床主是一致性的隱藏式的收納抽屜 讓它可以東背下背可以去交替做一些收納 我發現這個金融精英呢 他們看到你這樣子的打造 一定覺得CP值超高 因為呢一分一毫都沒有浪費掉 而且安排的就是完美 可以符合他們的這所謂的品味 也可以達到他們生活機能的需求 真的很厲害 在周彥如設計師一貫的現代俐落設計手法之中 細節的變化都能讓人感受到 每位屋主不同的性格與背景 透過設計師的解說 也能體會到簡戀的線條背後 充滿施工的難度 與設計團隊對於美感的堅持 讓家因此而歷久迷心 想欣賞更多周彥如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請下班 請下班 請下班